你盯着我看看吗 想办法呀 想什么办法呀 您倒是乘一时之快 挺爽的 阿姨现在嚷嚷着 要见儿媳妇 这一时半会儿 上哪儿去弄个儿媳妇来啊 有你说废话的功夫 说不定就能变出来了 你 阿渡 别动 阿姨怎么样啊 是 来 提夫妮 这个可不行啊 这第一天她就被阿姨识破了 提夫妮 帮我干吗 什么吗 阿姨 有人看您来了 妈 给您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女朋友 阿姨 这是送给您的花 你接着吧 我们见过是吧 那个 你是阿渡家的保姆 阿姨 您记错了 她不是保姆 那是什么 她是我们杜的首席设计师啊 人特别能干 那除了会做衣服呢 还会做饭 什么扫地拖地都会 你说这半天 她不都是保姆干的吗 你这不能这么说 那是贤惠 那怎么说呀 阿姨 本来我在您面前挺害羞的 然后就一直没敢跟您说 我跟阿渡的事 没想到阿渡今天就告诉您了 是啊 她要是不着急 能有你什么事啊 妈 总之呢 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 您以后就别瞎操心了 阿渡啊 您先去忙公司的事 我来照顾阿姨吧 去吧去吧去吧 弄走了啊 下班再来看您 阿姨走了啊 您注意休息 你说她那个样子啊 我能不操心吗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一天到晚的让我操心 你